監視器畫面中 老爺爺交出一個袋子 要寄送快遞 裡頭竟然是滿滿的金條 價值人民幣八萬五千元 約合台幣三十八萬 業者當下警覺事有蹊蹺 原來老爺爺十天前才寄出 價值十三萬台幣的金條 這次又要寄 中國上海警方介入調查 一開始老翁堅稱沒有被騙 多方勸說下才承認 自己收到一封信 落入網路詐騙陷阱 信件稱通過發放福利 進行代購郵寄食物黃金等形式 就可雙倍返還本金 郵寄黃金到指定地址 就能賺到雙倍獲利 這是中國近期新興詐騙手法 警方提醒被害人郵寄後 若真的收到錢 將淪為詐騙集團洗錢的一環 要你購買黃金食物 郵寄到指定地址 進行充值投資的 都是騙局 這是詐騙分子 利用黃金相對於傳統銀行轉賬的 難以追蹤性 實現施打資金的洗白 無讀有偶 江蘇有女子看到網路廣告 說只要下載APP 完成任務就能領取獎勵 同樣也要她買黃金郵寄 才能兌現 第一次的金額是在37,000多 然後第二次是購買了86,000多 然後她第三次打算再購買186,000多 近期黃金價格飆漲成為詐騙集團的新目標 投資理財詐騙手法層出不窮 切記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三粒新聞上部到 有些公佈會到 不要 他 有不太 在